跟柯文哲辦公室那邊的溝通過程 大家的互動是怎麼樣的 其實蠻好的 我這樣講吧 昨天我們應該是在下午以後知道這個訊息 那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搞不清楚 想說不是已經講好說 北流的場所都是不能夠跟政治有關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是卡夫卡餐廳 那後來我們就查了合約 北流那邊也很幫忙 很快就把合約查出來 那我們的確是所有跟北流有關的場館 包括餐飲場所都不應該跟政治活動掛上關係 或違反法令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訊息在夜裡的時候 我就傳給了柯辦 那柯辦的發言人陳志涵也很快就回應我 然後他們跟我們確定說是不是真的不行 我們說真的不行 他說即使是柯文哲市長不來呢 我說還是不行 因為你是競選歌曲的發表會 所以還是不行 那最後他們就說讓他們來看一下 所以到夜裡大概應該差不多十一點多吧 那雙方達成協議 就是他們撤 那他們撤以後我就說我們也表達善意 就是我們不會說什麼 就是當作是一場誤會 對大概過程是這樣 但是也要謝謝柯辦 就是說他們很快的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他們就換草地了 不會覺得說怎麼又來了 我第一時間反應是又來了 對因為他們有說他們可能誤會了 他們以為說餐廳不算 那可是我說那個我看到那個後來發的新聞稿 它上面就寫說就在北流 對不對 辦在北流 那這四個字 辦在北流的餐廳 可是辦在北流那四個字 我是非常希望 未來的幾個月 幾組總統候選人如果來我們的場館 看表演 純粹看表演我們都歡迎 我都歡迎 我甚至都還可以到現場去陪伴 但是就是不能有競選活動 不管是有人陪伴競選活動 或者穿上競選的服裝 我覺得我們都要避免了 那你可不可以講那邊的回應是說 店家當下很熱情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需要在內部溝通 有 我們已經請北流跟店家溝通了 就是說以後要把合約 要看清楚 不能說合約簽了以後就忘了 那事實上合約上寫得非常清楚 如果各位需要 我可以給各位資本的資料 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的產品服務的內容 都不得跟政黨活動 或違反法令 那這樣合約內容跟客戶的時代有不一樣嗎 他怎麼會自己身為前市長 我想可能就是 嗯 大人嘛 對 可能這種小事上面會 會特別沒有留意吧 但我沒有特別 我沒有特別提醒 北流啦 就以後要特別的跟廠商 把這個合約的精神 要常常明確一點的重複一次 昨天原本說要在北流的這個咖啡廳餐廳來舉辦這個AI的競選歌曲活動 不過就是臨時喊咖啡 是不是文化學裡面有一些相關的不一定 嗯 其實在昨天晚上大概10點多 接近11點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電話說 文化局這邊呢後來有去了解一下相關的這個契約內容 結果發現說其實即便是在餐廳 原本以為說這個餐廳老闆是告訴我們說是一個商業的租賃行為 可能還是不被允許 因為牽涉到政治 那我們一知道之後呢 我也立刻打電話給這個蔡局長來確認相關的狀況 那蔡局長呢他也非常的客氣 而且告訴我們說其實他們看了合約的內容的確是如此的 那當然我們就從善如流 任何的規定我們都必須要遵守 所以很快的我們就決定說必須要改地方來進行這場活動 不過今天蔡局長早上是講說像是賴佩霞 如果她想要去表演的話 只要不穿競選服裝背心等等是可以表演的 不過之前像是我們要來舉辦這個演唱會也是被拒絕的 在這個相關的規範上頭我想台北市的文化局有表明了這個態度 大概基本上還是會從嚴來做認定跟審核 所以說如果相關的活動有牽扯到相關政治的意涵的話 可能他們就會採取比較保守 然後相對謹慎的態度 這一點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北流世界是二度廢局 會不會覺得有點尷尬 那剛剛李漾軍是說你們又在打擦邊球 如果說真的想要打擦邊球的話 我們就不會把整個採訪通知發得這麼清楚 也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也有先去詢問這個餐廳業者 這樣子會不會有違反相關的規範 餐廳業者很明確地回覆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商業的租賃行為 所以是完全應該是可以許可的 也因此才有這樣子的活動進行下去 那麼當整個活動的小組去現場場刊 確定了這個應該是沒有違反規定 然後進一步地進行來活動之後 那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才緊急地接到通知說 這可能是有違反相關的規定 我要三次重申的是 如果真的想要打擦邊球 就不會把競選歌曲的發布 這麼明顯的這個通知發在採訪通知上頭 事前我們的確有徵詢過相關單位 也就是這個業者 他們也說去詢問了一下 或者說有翻閱了 或者是去了解了這個相關的規範 那麼很明確地告訴我們說 這是不會違規的 所以才有後續的活動進行的企劃 那之後是不是柯主席沒有辦法 就如果他有這個聖志的身份 沒有辦法再被留來如願地唱歌了 那後續我們演唱會活動要怎麼辦 我想當然就是 蔡詩平局長她也有說嘛 就是不要穿這個競選的服飾 或者是說不要有任何這個競選意向的東西 進入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後續我們要來做活動規劃的時候 也會主動地先向文化局 來了解一下相關場域的一些規範 明確地確認哪一些是可以的 哪一些是不行的 那也避免相關單位有一些困擾 另外想說關於北流的問題 怎麼看在北市府是有一個感覺在講說 一日的柯市長在哪裡 現在的柯有行 事實上柯文哲是非常地支持公務員依法行政的 在這個事件當中我想有幾個問題 可能我們先澄清一下 首先柯市長因為這個北流 好北易都是他手上完成的 所以他對於北流北易都有非常深的感情 那當時他就希望說 我們能夠在這邊辦一個演唱會 這個演唱會的形式是完全不涉及政治的 這個我們有多次跟北流這邊來做過討論 甚至整個企劃書也送過去 裡面是完全沒有政治相關的意涵 可是因為北流這邊呢 財的立場他們也蠻堅持的 包含有一些議員陸陸續續來關心 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壓力也很大 那他們最後給我們的回覆是說 因為是政治人物 所以不管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一律都是沒有辦法的 也希望我們能夠體諒 那當然我們這邊是可以體諒 可是因為柯市長我剛剛已經講到 他對於這個北流北易 他其實非常有感情 那因此呢 他在得知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相當的錯愕 因為他在還沒有卸任的時候 有一次最後到北流這邊去跟大家告別 那那個時候他就有丟出來 就是有跟這個黃韻林董事長 或者是跟北流的同仁們討論 當時他並沒有接收到說 只要是政治人物都不能在這邊辦活動相關的訊息 所以對他來說他是相當錯愕的 我看到今天還是有蠻多的 不管是政論節目 或者是很多的批評 針對柯主席他昨天的這個說法 有一些反應 那事實上呢 柯主席他對於北流 他其實是非常有這個感情的 所以呢 當他對於這個申請 連申請的內容都沒有辦法去審核 而只是因為他是政治人物 就被貼了一個標籤 所以呢 他其實心裡是蠻難過的 我想他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他的反應會如此的激烈 我想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過各界對他有一些指教或批評 他也會非常虛心的來檢討